好马上带来关注到欧美股市周三最新的收盘表现了 最重要的经济数据是美国公布了三月份的成屋销售 有519万户 这创下18个月来的新高 那显示美国的房市真的有加快复苏的迹象了 再加上现在持续在公布财报 可口可乐跟麦当劳公布财报之后 股价都是同步走扬的 所以推升到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收盘 是一片的红通通 好财报的部分呢 可口可乐第一季的EPS是0.35美元 是优于预期的 可口可乐昨天股价上涨1.3% 麦当劳的股价也大涨了3.1的百分点 就带动了道琼指数在收盘 上涨88点 收在18,038点 涨幅有0.4% 要来挑战的是前一天的高点位置 那达克指数则是小涨0.4% 收在5,035点 但是特别注意到 那达克在收盘的位置是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 另外分析半导体指数也收高1.3% 收在716点 创下的是一个月来的新高位置 S&P500则是收红0.5%来到2107点 也是创下一个月来的新高表现 昨天的每股四大指数收盘都有创高 创高或者是创15年新高这样的表现了 进一步来关注每股重要成分股的部分 网络股盘后也公布财报 eBay第一季的获利是6.26亿元 EPS是0.77美元是优于预期 收盘股价是上涨0.5% 盘后目前是续涨5.3%的幅度 另外社群网站龙头脸书公布的财报 上一季的获利是5.12亿美元 EPS是0.42美元是优于预期的 脸书股价收盘上涨1.2% 但是盘后目前看到是下跌2.1%的幅度 半导体类股也公布财报了 德州仪器的获利是6.56亿美元 EPS是0.61美元 获利数字稍微有一点不如预期 不过德仪收盘仍然上涨0.9% 盘后则是重挫了6.3% 晶片大厂高通则是因为 缴交中国大陆和解罚金 上一季高通的获利骤减年衰退了46% EPS只有1.4美元 高通的股价收盘是上涨0.5% 盘后则是应声下错了2.5%的幅度 在台股ADR的部分台积电跟友达ADR都是同步上涨超过两个百分点 台积电ADR则是要往上来挑战季线 溢价也扩大 友达ADR则是要挑战半年线的位置 来看到昨天在美股挂牌的台湾ADR 除了中华电信是跌的 其他几乎都是收红或者是在平函的位置 在欧洲股市的部分尽管希腊昨天表示 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资金应付5月到期的债务 不过欧元区的官员仍然很担心希腊到最后会违约破产 昨天看到欧股的走势就比较震荡了是涨跌互建的 德国股市收盘下跌0.6% 收在11867点 日K已经留下02黑 英国股市也下跌了0.4% 收在7028点回测到月线 法国股市昨天倒是小涨了0.3% 收在5211点即将要来挑战波段新高